记者廖雪如新竹报道,新竹县竹北市花田喜事农业产业文化活动今年迈入第10年30日首都一道莲花路举办。 市公所表示,今年受到时节的影响,花旗拉长,但花田比较分散,花旗约可延续到明年元月中,欢迎民众把握时间前来赏花。 竹北市长和干明为了均衡地方发展,上任后将花田喜事活动每年改换地点,今年首都一试莲花路388项农田内,农业客客长黄赫征说,今年农历润6月受到时节的影响,二期到做播种时间拉长,从最早7月初到最晚8月中旬,许多早收割的稻田已栽种绿肥。 黄赫征说,竹北约有62公顷的花田,主要集中在西区的麻园、莲心、白地等地活动会场的莲花路四周也有,但因播发花种的时间不同,陆续开花,因此花田比较分散,有波斯菊、向日葵、百日草和黄波斯菊等多元花种。 连日来,常见铁马族三五成群或长辈骑单车载着孙子穿梭在田间农路之间,迎着东洋微风欣赏花海,享受农村之乐。 农业客说,花田喜事活动30日上午9点到下午4点登场,今年着重农村体验,轰摇和骑铁马。 农村体验有机,鸭、兔子等小动物区,稻草人装置,小型稻草迷宫,还有亲子DIY和议员舒果特卖会。 开车朋友可将爱车停放莲花寺,在搭街泊车前往会场。 搭乘免费市民公车62路,请在山脚站下车,不仅约200公尺即可到达会场。